盘点熊猫界的单身现眼包 快来看看有没有你的心上熊 古古24岁 曾以一熊之力赶翻四人 彪悍的战斗力 直接在熊猫圈打响了名声 可惜年轻不懂事还想再闯闯 没成想一下子单身到现在 古大爷彻底歇了心思 干脆应聘当保安养老去了 五一17岁 至今单身美老婆 年轻时对美兰一见钟情 原本想找美兰当老婆 没成想美兰也是来找老婆的 从此水泥风心不再爱 于是当美兰孩子成群时 无一还是孤家寡人 元小17岁 黑社会的长相 小宝宝的内心 曾经凑热闹时被熊误伤 毛骨被蟹 直接在熊猫圈一坨成名 至今没有女熊和元小配对 金虎13岁 著名画牢 熊猫界的哈士奇 早期和普普配对 本来都要进一步相处了 结果一觉醒来老婆变兄弟 金虎原地自闭留下心理阴影 后来又看上了自己的外甥女妙英 金虎爱而不得彻底风心所爱 奥利奥11岁 与袁瑞淼淼共同创立奥氏集团 每天兢兢业业挖煤 只为扩大集团规模 别的熊猫老婆孩子热炕头 奥利奥还在沉浸式的挖煤 另外两位大股东也已经各自成家了 只剩奥总还坚持在一线 蒙氏家族的三个现眼包太子爷 蒙大十岁 为帮弟弟打工还债 找了份擦玻璃的工作 结果还因不雅动作 遭有颗投诉 写了一万字的检讨书 气不过咬轮胎撒气 又不小心把牙齿给崩掉了 成了北洞的大笑柄 蒙二十岁 北洞出了名的大笑子 也是出了名的人教版案例 其他熊猫吃竹子 不是咬就是用头顶 蒙二吃竹子 竹打一大力出奇迹 甚至还能和北洞保安谷谷过上几招 蒙兰八岁 阳光开朗大男孩 熊猫接到越狱小王子 其他熊猫已经担任馆长 蒙兰还在咬手撒娇 别的熊猫打工赚钱养家 蒙兰还在呼唤家雄帮忙还债 偶尔还会戏精上身 卖惨博同情 熊猫主打一随心所欲 公公顺顺 两兄弟今年十岁 五岁时来到海南 顺利成为了海南岛岛主 每天吃喝玩乐 公公撸串一绝 顺顺拆家小能手 两兄弟过着熊上熊的生活 对于自己的终身大事 两兄弟根本不care 咱就是说这条件还找啥呀 你们还知道哪些单身现眼包吗